《星球大战8》 《前任三》 我也知道很多的妹子应该都是抱着陪男友看片的心情 被心不甘情不愿地拖进电影院 你们内心一定在想 喂 第八部耶 我缺的不是一部两部的功课 我缺了整整七部的功课 你这样拖着我去看我怎么可能看得懂呢 要知道这部电影在欧美乃至全世界应该是神作一般的存在 1977年 George Lucas拍摄了以宇宙为主题的科幻电影《星球大战》 鬼斧神工班的叙事 以及当时神乎其神的视觉效果 让这部电影一夜成名 之后George Lucas创作了续集 1980年的《帝国反击战》 以及1983年的《绝地大反攻》 三部曲受世界影迷的爱戴 并形成了大规模的粉丝群 之后 Lucas把这三部曲改名为《星球大战4》 《星的希望》 《星球大战5》 《帝国反击战》 以及《星球大战6》 《绝地大反攻》 统称为《正传三部曲》 简单的说 你可以把这三部的知名度相比成在中国 新野早期的电影作品 《大化西游之月光宝盒》以及《大胜取青》 16年后George Lucas卷土重来 开始拍摄《前传三部曲》 包括1999年的《星球大战1》 《幽灵的威胁》 2002年的《星球大战2》 《克龙人的进攻》 以及2005年的《星球大战3》 《西斯的复仇》 专业新迷可以告诉你 《前传三部曲》的影响力就像 韩庚演的《大化西游3》一样 一般看不看无所谓 不看比看强 到了2015年 迪士尼收购Lucas营业后 《重启星球大战》 称之为《星球大战后传》三部曲 包括2015年的《星球大战7》 《原力觉醒》 以及现在上映的《星球大战8》 《最后的绝地武士》 这个feel就如同星爷 现在宣布《大化西游》 原班人马重启一样 简直是全球影迷的庆典 《星战的铁粉》告诉我 只用去看原著三部曲 加上第七部就足够了 一部电影是两个小时 四部电影就是八个小时多 没关系 苏哥其实已经帮你们 准备好了这份 看星巴必备攻略 有了它 再也不怕看不懂星巴咯 下面是说书时间 计时两分钟开始 《星球大战》讲的是 在很久很久以前 另外一个银河系中 有一个全是沙漠的星球上 有一个 哎呀Ronnie你走开 走开 在后面 不要让你来的时候 你不来你走开 《星球大战》讲的是 在很久很久以前 另外一个银河系中 有一个居住在沙漠星球 上的孤独少年 也就是我们的男主角 男主角突然遇见了 一个垃圾桶一样的机器人 垃圾桶带着他 建了一个 归隐山林的武林高手 武林高手对他说 小弟 我看你骨骼惊奇 是万中无益的练武奇才啊 维护宇宙和平的任务 就交给你了 去打败宇宙大boss 和他的耍牙黑武师吧 接着呢 男主角就集结了 DPS宇宙流氓 和他的宠物狗 组成了打官小分队 组团出发 进入第一个副本 不仅顺利的打败了 本官boss大圆球 而且还解救了一位公主 男主角还跟公主接吻了 后面才知道 他们是亲兄妹啊 咦 痛失大圆球的宇宙大boss表示 本王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于是拍爪牙黑武师 去教训男主角的小分队 当然我们的男主角 也就顺利的被打得落花流水 就在这时 他又找到了另外一位 归隐山林的武林高手 绿色大耳朵 星战史上最好卖的周边 就是他 成功败师的男主角 瞬间盖刺到了新的技能 元力 这个元力呢 简单的来说 就是隔空取物 捕获人心 三级全息投影 坏人还能用它来 分裂 我们所看见的打架特效 都是来自于这个 元力 有点像《金鸣武侠》 小说里的内功 反正差不多了 接下来呢 就像你猜到的一样 坏人打败好人 好人打败坏人 坏人又打败好人 最终男主角成功的 击败了黑武士 因为男主角以为 黑武士杀了他的爸爸 但是黑武士 其实才是男主角的爸爸 成功洗白的黑武士 和宇宙大boss同归于尽 宇宙恢复了暂时的和平 30年后 宇宙流氓和公主喜结伶礼 公主呢 生下了儿子大侄子 交给这个时候 已经是英雄的男主角 拜师学义 可惜这个时候 没有九年医务教育 大侄子不仅没有打好技术 还中途辍学 把学校给烧了 男主角呢 就觉得自己很费 连自己的亲生大侄子都交不好 于是就归影山林了 这个时候 一脸茫然的女主角 坐在沙漠中 遇见了长得像 唐呼噜一样的机器人 女主角在唐呼噜的带领下 遇到的这个时候 已经是老太龙中的宇宙流氓 于是他们组成了 赶化孝子小分队 但是雄木不可刁野 大侄子不仅拿了新的武器 炸了很多很多的星球 还把他爸爸给杀了 最终 女主角原力觉醒 秒掉了他侄子 并且找到了 归影山林的老男主 那么女主角究竟 身世是什么呢 老男主会不会 帮女主角出来 组团打怪呢 我们在第八季里面 先分享吧 这个星战八呢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 就是在烂番茄指数上 专业影评人 给了90%的好评 但是影币只给了50%的好评 这是什么情况 简单的说呢 就是星战八 搞定了挑剔的影评人 但是有点搞毛了粉丝 在网上 影迷普遍表示 星战八的笑点 有一点点过多了 特别是老派的几个角色 性格几乎不符前注 作为最近迷上星战的苏哥呢 我觉得 在上一部星战七 原力觉醒里面呢 导演JJ挖坑太多了 到了八的时候 换了导演 也没有好好的去填坑 就算填了呢 也是敷衍了事 完全就没有给到影迷 心中满意又合理的解释 像是新女主的身份 在星战七上映之后 引发了影迷的各种研究 感觉全世界的影迷 都在为她寻找亲生爸妈 而在星战八里 竟然被淡淡的一句话 一笔带过 那新粉肯定不满意啊 就感觉像是自己的热情之火 被无情的浇灭了 凶的嘞 Cayden 你要吃什么 我要吃牛排 杀了好不好 给你吃了 牛排 你要减肥吃鸡肉吧 给我买牛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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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远 牛排 刚刚去的那家店呢 叫Challis粉红汉堡 就是这家店 他们家店还专门有提供给宠物的肉饼饼干 还有冰淇淋 像这个呢 就是他们家做给宠物的小饼干 吃一碗 好吃吗 星球大战八呢 这次在国内的上映时间 比国外晚了将近一整个月 那再次我就要替广大新迷大声呼吁一下了 广电爸爸下次可不可以同步上映啊 我的那帮新粉朋友啊 这一个月的时间为了不被剧透 电视不敢开 电脑也不敢用 就怕被剧透一点点 像这种满是坑的电影 必须要去电影院看 才会有最佳观影效果呀 如果说 如果说屏幕前的你支持苏哥的观点的话 记得要关注苏哥的vlog哦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